大家好 这几天感觉有点累 咱今天就不聊人物什么的了 再换完口味 说说这些战国大名们都喜欢吃什么 说古代日本是一个完全的素食国家 这应该是不准确的 但是他们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 确实是进食肉类的 这也是为啥他们人都长得那么矮 你看咱们中国在国内叫他们窝窝 虽然窝子不是矮人的意思 不是说要嘲笑他们 但是从刺刑上看 跟他们长得矮肯定有关系 那么日本的主食一直是以水稻为主 平时人们也就只能弄些鱼干 挖点野菜 腌点萝卜 然后就着米饭吃 再加上受到佛教的极大影响 人们都不吃肉 因此搞得他们饮食非常的单一 本身日本的物产就不丰富 有朋友就问了 不是不吃肉吗 怎么还能吃鱼呢 他们主要是不吃四条腿的 在路上跑了动物 那明令禁止的是不准吃牛马猴狗和鸡 牛跟马这个很好理解 在古代属于生产工具和战争物资 你别说日本 在中国古代也不让吃牛和马 那狗就不用说 看家户院 猴子可能是太有灵性了 太像人了 你吃到不合适 那两条腿的鸡为什么也不让吃呢 这鸡能打鸣暴食 暴小啊 也就是说 凡是跟人们的生活比较相关的 这些动物都是明令禁止的 那你像其他的猪啊 鹿啊什么的啊 这都是四条腿 你吃了它们呢 会坠入畜生道 佛家讲六道轮回嘛 来势就不做人了 而且这日本古代好像没有羊 本身它们就啥也没有 物产很贫瘠 其实呢 你想吃肉你也吃不到 那人们走梦中说 老吃些野菜和主食啊 你得补充蛋白质啊 对不对 于是呢 就去吃鱼 那鱼呢 它不是四条腿的 它是在水里游的 你像呢 还有一些附加的海产 什么贝类啊 也掌鱼啊 乌贼啊 然而即使如此啊 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吃上鱼 那鱼就那么好抓啊 对吧 那普通百姓呢 基本上也只能吃野菜 腌萝卜 而且呢 它们甚至连米饭都吃不上 因为这农民种地的收成呢 是要教年贡的 尤其是在战国的乱世啊 一般的大明呢 都与百姓六四分 甚至有的是八二分 那百姓们教了年贡 剩下那点 你好歹能自己吃了吗 也不是 你总得拿去卖点 换成钱啊 换成什么其他生活用品 是吧 那因此呢 百姓们一年下来啊 几乎是吃不到自己种了水稻的 很多人呢 可能一辈子啊 都见不到百米饭 那他们没有办法 就只能吃啥呢 就吃麦子呀 小米呀 麦子啊 这些粗粮 都非常不好消化 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麦饭啊 我小时候是吃过 虽然煮出来非常香 但是你吃起来啊 跟Q肉糖似的 很难消化 尤其是这个败子啊 我是没吃过啊 这玩意儿是稻田里的恶性杂草 是给牲口做饲料用的 你搁咱这儿啊 也就闹饥荒的时候吃这玩意儿 但是在古代呢 日本的百姓没有办法 平时就得吃它呀 没得吃啊 而且呢 在古代 日本人啊 一般是一天只吃两顿饭 早上一顿 中午一顿 干完活呢 太阳一落山 你就得睡觉了 你饿就饿吧 况且在那个时候啊 你晚上除了跟自己媳妇生孩子 也没啥夜生活 所以这日子啊 可以说过得非常惨 那相比较底层的百姓啊 武士们的饮食呢 会不会好很多 也不是 低级武士啊 跟农民差不多 比农民能强一丢丢吧 就相当于富农 也是汗烙不饱受 该饿肚子还得饿肚子 再高级一点的武士呢 可能自己的土地就比较多了 就交了税之后啊 剩下的也够吃 隔三差五啊 能吃上个米饭 但是也是吃的糙米啊 不是咱们今天吃的这种 白白净净的去咳着大米 糙米的咳啊 没去干净 割牙 再往上 你比如到了城主啊 家老啊 还有众臣们啊 一些有头有脸的武士 他们的饮食呢 就应该有保障了 起码能吃精米了 就是白米饭 甚至能经常喝酒 日本的酒也是大米酿的嘛 再往上呢 到大明级别就不用说了啊 你饭都保证不了 你做个什么大明呢 你像这些高级的武士啊 大明啊 包括有钱的富商 这些人呢 就有能力给自己加餐了啊 就是一天两顿变三顿 就是吃个夜宵啊 但是不是吃正餐 他们晚上姑娘多啊 消耗大 那又有朋友问了啊 你说来说去 怎么光说米饭呢 啊 那菜呢 关于这菜啊 就很有意思啊 在国内日文 全国人民上下一制 顶天就是三菜一汤 甭管你是天下人 还是一方大明 甚至你是天皇 你也吃不出什么花来 普通百姓啊 你别说三菜一汤啊 一饭一汤 野菜汤就着主食 就算大明吃得上三菜一汤 那是哪三菜呢 一般 就是一条小鱼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海产 反正是个荤腥吧 然后一份盐咸菜 一般是盐萝卜干 然后一份蔬菜 一碗汤 再加一碗白米饭 最多再加上一壶酒 那基本上就是保持这样的饮食 那即使是一些重要的宴会啊 也就这么个规格 虽然在日本古代呢 大家吃的都很清淡很简单 但是啊 却挡不住人类 对于美味的追求 在菜品的种类上 无法多样化 但是同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变着花样的烹饪 这样呢 就慢慢发展出了 日本自身独特的料理体系 有句话啊 我认为说的非常好 说中国的料理啊 是在做加法 日本的料理是在做减法 中国呢 这个地大物博 物产丰富 做起菜来 这各种的食材啊 佐料啊 就往里加 让你的味蕾呢 不断的翻滚 而日本呢 由于自身物产非常的贫瘠 各种调料你更是没有 于是便极力的去除食材中的杂质 保证他们本身的味道 吃起来也是非常有风味的 那我个人呢 对于日料还是比较喜欢 你像茶包饭啊 天妇罗呀 还有这个蟹子寿司 这都是我的最爱 那么在战国时代的大明们都喜欢吃些啥呢 哎 我现在就跟大伙说说 先说这大魔王吃甜信肠 魔王呢 据说口味比较重 喜欢吃咸的 照当时人们的话说呀 信肠大人是打伪证乡下来的乡野之人 口味不一样 因为上层贵族啊 都流行清淡饮食 同时呢 信肠比较喜欢接触新鲜玩意儿 喜欢吃牛排喝葡萄酒 相传这魔王最喜欢的零食 是金瓶糖 给小孩似的喜欢吃汤 猴子凤尘秀吉呢 由于是贫农出身 基本上啥也喜欢吃 以前落魄的时候呀 喜欢抓泥鳅吃 而且听说呢 他经常吃泥鳅的原因 从小就补充了足够的营养 所以长大了呀 才猴经猴经的 这老乌龟得产加康比较会养生 即使是掌握天下之后 加康也一直保持饮食清淡的习惯 而且基本也是一天两顿 每天啊 就是萝卜干和米饭 甚至伺候他的侍女啊 都觉得这个伙食太差啊 嫌弃只有咸才知 加康知道以后啊 就下令将侍女们的腌萝卜干啊 都去掉只让他们吃米饭 据说加康呢 非常喜欢吃天妇罗 这点啊跟我差不多 甚至传说中啊 加康就是因为吃了鲦鱼天妇罗去世的 五天信玄呢 非常会打仗 他对美食的关注点也在军粮上 那个时候人们打仗的主要口粮呢 就是饭团 把米饭用醋抛过之后捏成团 然后包上紫菜 最后用布包包好 系好绳子 就挂在身上 想吃的时候啊 拿出来放火上一烤 哎 配上微酱汤 或者呢 拿上热汤或热茶一泡 哎 这就成了茶包饭 然而即使打仗呢 士兵们仍然只能一天吃两顿 基本上啊 一顿一个饭团 五天信玄为了保证士兵们的体力啊 在军中推行刀削面 哎 又方便又顶饿 据说五天驾的士兵啊 耐力比较高 跟这个吃刀削面有关系 上山千信 这自然就是个喝酒 著名的马上杯也是专门为他配置的 哎 起码也要喝 北刀施政呢 据说是特别忠诚于茶炮饭 啊 也是我的最爱 话说这茶炮饭呢 一开始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吃啊 首先这白米饭呢 一般人就吃不上 茶也是 一开始呢 并不在民间流行 茶炮饭也只是在一些武将和大明之间享用 现在的茶炮饭呀 做的都比较讲究了 我有时候在家呢 自己也做一碗吃 是吧 泡点好茶 一碗米饭 撒点芝麻和调味料 哎 比吃方便面啊 要强 那最后要说的就是战国著名的美食家 伊达郑宗先生 郑宗上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吃盐烤沙丁鱼 甚至发誓啊 以后发达了 要天天吃 结果等郑宗真正发达之后 他的口味却变了 哎 不再满足于仅仅是沙丁鱼 而是摇身变成了美食家 自己研发了很多料理 并且经常亲自下厨 为了应对常年的军旅生涯呢 正宗发明了仙台味增 这种味增口味偏重 比较易于保存 据说呢 后来受到了很多大明的喜爱 纷纷把仙台味增引进自己的军粮之内 当时打仗啊 一般都会带着味增 这玩意儿就是用豆子发酵制作的 主要是为了提味 要么你光吃米饭芋头什么的 实在是难以下咽 啊 除了仙台味增之外呢 正宗还发明了冻豆腐和小吃 豆打饼 据说这豆打饼呢 是用毛豆做的 那咱没吃过 成年后的正宗虽然不喜欢再吃沙灵鱼了 但是对鲑鱼 也就是三文鱼 一直情有独钟 尤其喜欢吃鲑鱼子饭和酸鲑鱼寿 哎 这个鲑鱼子饭啊 我好像是吃过的啊 应该是不符合我的胃口 要我肯定就记住了 这酸鲑鱼寿司啊 咱就没尝过了 有吃过的小伙们呢 可以留言 行了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